放到这个鹿,又叫鹿鹿烫通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是珍珠凤尾香 来,用些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是西餐当中的一道大菜 咱们先把这个虾处理一下 虾头去掉,不要了 直接给它去皮 到最后,这一点留了,就可以 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把这个虾线挑一下 看看,这虾线放这儿 看得更清楚,这必须要去掉 去完虾线就要 把这个料洗一下 然后呢,几倍开刀 这就成了虾扇 把虾尾这么展开 凤尾虾嘛,就看这个虾尾才好看呢 然后呢,用刀拍一下 拍一下,这么拉一刀 这么拉一刀 这叫啥呢,斩断虾筋 然后呢,用手把这尾处理一下 尾部,先来这么一刀 以免手的变形 加入黄酒 看看啊,腌味 给上,这颗口呢是五分口 胡椒粉 咋胡椒粉能看清呗 腌制五分钟 两个鸡蛋 抽到 这样,加上点盐 冲热半分钟 我这鸡蛋就好鸡蛋 浇板 把这个虾尾展开 拍粉 看 抖了一下 脱蛋 粉要粘好了 脱蛋就能脱住 然后呢,沾那个面包糠 效果就好 你看啊 埋到里面,用手轻轻这么一样 这一抖了 你看好不好看 不要过厚啊 好看吗 好看 往这个厨房纸巾上这么一放 过去做的什么 琵琶大虾 胡铁大虾 燕子闹海 白鸟嘲讽 这些个活 都是这么干 看看 再拍粉 然后这样抖了一下 脱上蛋液 这叫拍粉 脱蛋 沾面包糠 面包渣 走对 轻轻压一下 放到这儿 好了 把这摆六个 六个为一组 来,可以吗 看一下啊 看看 把虾尾巴上淋上点油 渐热 它就变长 就熟了 让它颜色非常好看 现在都下锅 飘起来 炸至两分钟 就是熟透了 并且呢 要求外焦脆 才好 朋友们看啊 这是表花袋 里面装的丘比斯拉酱 这是俄罗斯进口的鱼籽 都这么给它点碎上就可以了 珍珠 凤尾虾 就做好了 啊 放到那个鹿 就叫呢 鹿鹿烫通 虾桌呢 外焦碎 已松嫩 鲜香是口 这道菜鲜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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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